鲜熟过丝 用经上的例子 举一个 一报里面一围成 这最小的 物质最小的 现在科学家跟我们讲的 基本粒子 化科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正报里面 跟我们讲的 一毛孔 一毛端 我们身上含毛的尖端 小到不能再小了 它有作用 什么作用 三个作用 第一个 周边发觉 这个周边发觉 我们用今天科学家的波动 物质有波动 为什么有波动 因为 组成这个物质 是死大了 科学家也告诉我们 我们在科学 这个报告里面 看到这种 这样的报告 有科学家讲 宇宙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波动 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从波动 发生 有这么的事 这个说的跟佛法 也相应 佛法确实是讲 心动 就是起心动念的 这个动态 在威系了 我们没法再觉察到 佛在经上 八地菩萨才能见到 那是多么深的 成定 七地以前都见不到 在听说 像我们都听说的 没见到 八地就真的了 他见到了 八地以上 九地 十地 十一地 妙局 五个位置 这五个位置 他们见到了 这不是假的 有人来做见证 无论是物质现象 是精神现象 统统有波动 这个波动 极其威系的波动 它已经周边发现了 我们起个念头 说别人不知道 没有这个道理 那是什么 那是我们自己不知 自己以为可以 瞒着别人 实际上 心地情境的人 全知道 这是诸佛菩萨 都知道 极其威系的念头 社发界里面 这些罗汉菩萨 他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粗的念头 我们今天 我们都有个 动一个念头 社发界都知道 极其威系的 就是一坛纸 320兆的 那个念头 他不知道 阿罗汉不知道 社发界里面的佛 也不知道 那什么人知道呢 破一片无名 正一份发生 我们中国人 叫大车大物 铭心 坚信 他们知道 没有坚信的人 不知道 所以你想 坚信的人 这个 这个我们前面算过了 一秒钟 1280兆的念头 坚信的人知道 真是智慧 不是假的 所以无论是物质现象 是精神现象 它都有波动 这个波动 每一个 威系的念头 都都给我们 没有障碍 所以即将分到 下车大物